尤其只要聽到政府機關要找聘工人員 常常團施互相作業 因此市府寬佛教 今天在生活文康有的中心 辦理今年度請假臨時人員報名作業 特別委託第三機構來辦理就客 用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來選用臨時人員 市府寬佛教有約一百空九年度 新的請假臨時人員 今天你在生活區文康有的中心 辦理報名作業 現場是來到很多民眾前來報名 教授的謝士傑也來到現場的關心 人家的強調為了能夠公正透明 這次委託第三機構來辦理就客 偏要有欧勝祝賞的質疑 針對這次的招考 我們環保局一定去秉持著 很公開很公正的方式 我們也期望說 所有的考生靠著自己的本事 能夠參加這次的真事 環保局絕對歡迎我們這些新的生育軍 從來來參加報名的民眾 有人表示請假對的工作相當穩定 薪水在生活上可以待的補充 也有人想要換工作 再來試看機會 薪水比較高 因為這個時間也比較彈性 接送小朋友也比較方便 所以才想說換一下職場 這次環保局有跡經驗多 六處三百名請假臨時臨員 客廳的攀保署標示 在臨時臨員全身有三萬塊以上 如個身為正式臨員 薪水中有四萬塊 他的薪水加上清潔獎金八千塊 大概會在三萬塊三萬多左右 那未來的話 進身為正式隊員的時候 他的薪水大概預估會在四萬出 所以說是比一般的 如果以一般的民間來比的話 相較各方面的福利以及待遇都非常好 最好環保局表示 想要補名的民眾 要在五月十五號中五十二點進行完成補名 補名的第一點在台湾市 繩化區文康教中心 一直查的現場補名 歡迎到環保局萬十元查順 和學在補名的文章 在這裡的蕭建委繩化區查文報道